烏克蘭黑海港城奧德薩當地六日深夜 遭到俄軍無人機和飛彈襲擊 據烏克蘭官方表示 沒有人在這起攻擊事件中身亡 但有數人受傷 而城內歷史悠久的博物館 因飛彈落在附近而受損 這棟博物館內有許多沙爾時期的著名畫作 因此烏克蘭目前已經向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要求 調查俄羅斯這起攻擊事件 是破壞世界遺產的行徑 而在同一天 烏克蘭官方也宣布 駐紮南方札波羅熱地區的陸軍第128 山地突襲旅 在當地時間3日 遭到俄軍的飛彈攻擊 導致19名官兵身亡 而烏克蘭總統澤敦斯基則表示 前線士兵都應該要知道 如何防範飛彈攻擊 眼看寒冬江志 烏爾戰爭仍然絲毫不見停火跡象 烏克蘭原定明年春天舉行的總統大選 恐怕也難以舉行 因為在烏克蘭實施戒嚴令的狀態下 任何選舉都會被取消 而澤敦斯基也在例行演講中表示 如果在戰爭期間舉行選舉 是不負責任的行為 因為在戰爭期間所有資源 都應該投入在保衛烏克蘭 而不是分散在選戰工作上 環宇新聞發言之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 YouTube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請訂閱按讚 按讚 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